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实揭开生命真相 宇宙奥秘 好 这个单元请大家看讲义 第九十二月 第七行 是知常是物体存在的普遍形式 科学发现的电磁场 核场 重力场 万有引力场或惯性场和弱作用场等 皆是此种形式 是以常与常之间的存在可为多重的交融关系 如水乳糖的多重交融或交期的相调和 我们演戏上个单元 对常物啊 多重交融的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里面所说明的 常啊 是物体存在的普遍形式 我们前面也一直提到啊 像木材里面有什么 有火的因 火的因内它会起火燃烧啊 它就是一个热的能量场 像磁铁会吸人家会被吸 这个都是一种场的反应 就是这里讲的磁场 或者是所谓的电磁场 核场 像核能发电就是一种核场 重力场 万有引力场 这个万有引力呢 也是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引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像我们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这一种地心引力啊 也叫万有引力啊 它为什么上面会往下掉 这中间有一个引力 那引力在哪里 看不到 摸不到 但是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像如果很重的东西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 那力量是很强大的 这是一种引力啊 但是呢 这种引力你看不到 可是它确实是存在的 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我们从这里了解了真相以后 你会发现 哇 原来这个场啊 就像这里讲的 普遍的存在一切物体 乃至一切生活现象里面 它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场与场之间啊 存在可为多种的交融关系 比如说电磁场跟合场 或者是重力场 不同的场可以融合在一起 这里做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所谓的水乳交融 我们每天啊 早上呢 喝牛奶 如果你自己调配的牛奶 里面呢 你倒了一杯水 把奶粉呢 倒进去 把一些糖 加进去 你搅拌以后呢 就变成一杯牛奶 就是你的早餐 那一杯牛奶呢 有水 有蛋白质 有糖混 水乳交融 你混不出哪一个是水 哪一个是奶 哪一个是糖 它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交融的关系 所以这个磁场可以像这里比喻的 水乳糖的多重交融 那另外一个比喻呢 我们也容易了解 像交期的相调和 其实呢 我们这个世间啊 是多彩多姿的世界 如果你要了解啊 用现代的科技 不出两方面 一方面 是光的色彩 一方面 一方面 是染料的色彩 染料的色彩 在印刷厂里面 叫YMCK 四种颜色 Y就是黄色 M就是洋红色 C呢就是青色 那K呢就是黑色 这四种颜色 在不同的比例调和 可以调出所有千千万种的颜色 而且你看现在的高级印刷 印得太精美了 就四种颜色而已 那光的颜色呢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生活里面 都不离当下 您的手机 您的电视 我们用的电脑 它是用光 光谱表达出来的颜色 只有三种 叫RGB R就是Rain 就是红色 G呢 Green就是绿色 B呢 Blue就是蓝色 这三种颜色不同的比例去调和 我们在所有的3C产品里面 就是光的颜色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样 焦漆的相调和 那你说怎么会变出那么多颜色 就像佛陀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极乐世界的莲花 青色清光 黄色黄光 四色四光 白色白光 四种颜色 四种颜色它代表 无量无边的颜色 就像我们印刷厂 YMCK 四种基本的母色啊 它可以调出所有的颜色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厂的焦龙呢 跟我们刚刚所比喻的 是同样的道理 它是多重的 而且可以水乳交融 融合在一起 那你就知道啊 这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 这样长的交融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科学的观念 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宏观 你更可以了解真实性 不是凭着你在抽象的一些概念里面啊 好像是懂非懂 而你会产生半信半疑 不明确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从多角度啊 来印证 那我一直提到现代科学时代 我们如果能够跟现代的科学接轨 更能借由现代的科学来印证古代的这些十项真理 那才是最完美的十项真理 所以我们真道学追溯到七千年前的福西 易经年三圣啊 我们知道是福西 文王 还有孔子 这个是以儒家呢 代表的一部经典 那是呢就是佛陀 佛陀讲的经典很多 我们常引述的是以金刚经的真实相 那道家呢代表是老子 他讲的道德经 这里面呢我们一直提到啊 他讲的这个真理 都是在讲长 现在科学讲的长 那没有科学来印证 我们有时候听起来觉得都蛮抽象的 除非你悟性很高 你能够真正的测悟啊 要不然还是觉得抽象啊 有一点不明确 那这样的不定因素呢 还是存在的 你没有办法深信不疑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付诸于行动 没有付诸于行动 然后你的修学可能成绩就会不及格 没有办法照着实相真理 实现来生啊无尽的光明 所以呢我们写的这本真道学 是结合大觉大圣 这些圣者啊 再结合现代的科学 这样的印证 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讲的 我们觉得呢 这样的音缘非常的难得殊胜 那在座诸位善根福德音缘非常的深厚 里面参与这一会 而让这一会的音缘记住 我们在藉由现代科技的网路传播 传遍以前求 让有缘人呢 都能够听到这个实相真理 这个就是 我们写这一本真道学 然后进一步用讲坛 来讲解的用意 这个就是实相真理的真相 大公无私 不分彼此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请看下一段抄文 藏物图景 若能体悟藏物共存的交融 就不难理解 藏物之有形无形 质量能量以多重 时空 藏物存在的问题 接下来这一段呢 我们 藏由前面对藏物的了解 来进一步了解 藏物融合之下的一个图景 具体来讲 就是变现出来不同的世界啊 在藏物交融之下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图景就是一个现象 所以这里就提到了 若能体悟藏物共存的交融 我们前面呢 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藏物的共同交融 那我们就不难理解藏物之有形无形 刚刚讨论之下大家必然可以了解 所以质量能量以多重 时空藏物存在的问题 前面我们都提到了 质量就是物理状态 能量呢 就是藏的状态 乃至呢 多重时空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面 藏物呢 互相交融 在这种因缘之下 变现的一种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图景 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便可了解 以藏物的交融而言 有形无形 质量能量是一体两面的 此极有形有 不亦无形空 无形空不亦有形有 有形有就是无形空 无形空就是有形有 这一段啊 具体的把藏物交融呢 的真相啊 说明出来 有以上啊 我们建议的概念 我们可以了解 物是有形的 藏是无形的 那质量是有形的 能量是无形的 也换句话说 质量呢 就是物 那能量就是长 它是一体两面的 就像我们 比翼的这个木材 这个木材 有重量 有长短 是质量 它里面有火音 我们可以点燃它 而这个热能散发出来 可以烧开水 它是 蕴含火音啊 的能量在木材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 有形跟无形的 质量跟能量啊 同时印藏在 这一块木材里面 所以它是一体两面的 就像我们人体 我们这个肉体里面 有一个灵体 这个灵体 就是 常的状态 这个肉体射身 是物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里讲啊 有形的物是有 不易无形的空 不易呢就是等于 因为它密不可分 我们肉体跟灵体 没有办法分开 分开的定义就是死亡 无形的空 不易有形的有 无论你从 肉体的角度来看灵体 或者是从灵体的角度 来看肉体 这个无形空 不易有形有 就是从灵体的角度来看肉体 那前面第一句话 有形有 不易无形空 是从肉体的角度来看灵体 有形有就是无形空 你的灵体就是肉体 无形空就是有形有 你的灵体就是你的肉体 遗寒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呢 就更具体的了解 质量是色 就是我们讲的物 不易能量 能量就是空 就是常 那能量空呢 不易质量的色 就是灵体啊 是能量是空 它等于质体的色 那从这样来看呢 质量啊 就是能量 能量就是质量 质量是色啊 能量是空 那我们从最后一句去看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诶 这一句出现在哪里 诶 对 在剥落心经 哇 你们都会唱啊 那到底是什么 不易什么又不易什么 什么又是什么 你说我怎么会知道 我会背 我会唱啊 但是我不知道意思 这里就真相大白了 你仔细去看 哦 原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 清清讲的 我们就挤当下每一个人 我的肉体就是灵体 灵体就是肉体 灵体离不开肉体 肉体也离不开灵体 就是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就是你的肉体 空就是你的灵体 心情就是在讲这个 科学家现在证明给我们看 哦 对哦 刚刚我们讲的 为什么我们要写真道学 第一个呢 让我们在座有善根的人 从更广大的角度 从现代科学去了解 虽然有的我们上年纪 对科学不太了解 但是你一听你就懂 那另外呢 我们 这个弘法是要对全世界的人 在时代的变迁啊 现在科学概念里 普遍的人都有 但是普遍的人没有办法 跟实相真理相应 所以我们要藉由科学 来引导大家 这个就是像 卢士道 在不同的时段一年 讲出实相真理 实相真理到现在还是不会变 但是讲法有所不同 他的巧妙是要符合 这个时代的人 让他听得懂 让他有兴趣想要听 而藉由科技的音源 而听进去以后 他找到了实相真理 这个在不同时代里面 有这样的圣者出现 这些大觉者 所谓的大觉 他对真理测误 对上测误真理 对下了解所有众生的音源 他在中间结合起来 用什么办法 能够把真相 如果做到文化的 pain 他ogo moc 无 time 会担 gas ot down 但是何 Nova 我们坏为了解 那ông斩的想法 结果 多arde 是神职胸 无法 误估 这个 就是善良 这些大觉 这些大觉 会成为大觉 圣者 她已经离开 唯 lóg 罪 对她 声 如何把這些真理講出來 你想看看 它講出來也是念頭裡面的煩惱 不是嗎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真與假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除了道理深入去了解以外 不同的角度去了解 你要看它所表現的 那你也可以從這裡去印證一切 這個是末法此時 在這個地球上非常難 你很難遇到的 但雖然很難遇到 那我們知道這個雲眼科技這麼發達 我們一定要傳播開來 所以我們一直鼓勵同學 大家在這個科技時代 我們應用這個科技 像現在的臉書 FBR還有LINE都很方便 我們鼓勵同學多多的 大家何單獨來 把這個正法呢 在自己的身上 發揮你的慈悲心 你多介紹給幾個人 這不是屬於哪一個人的 這屬於大家共有的 不是我一個人講 你好像做這種動作是為我而做 那你如果還存著這種念頭 代表你還沒有錄到 你沒有體會到實相 還是在念頭的感情裡面 我為什麼要替你做這些事 你是為我而休嗎 你是介紹給別人是為我而介紹嗎 你介紹一個我能夠賺到幾個錢嗎 或者是得到幾個掌聲嗎 如果一切都在這裡 那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個是念頭裡面的煩惱 這不是我們要的 但是末法的真理見不到 就是每一個人都講真理 結果每一個人都落在念頭裡面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凸顯出 他的真相到底在哪裡 真理是值得討論的 是經得起考驗的 我們要用這個最真實的一個標準 來看真相 那才是真正的真相 要不然每一個人都說他是真相 所以所謂的一目混珠 我們一般人怎麼看得出來呢 好 再請看下文 以愛因斯坦著名的1等於mc平方 足能互變公式來演算體會 即可真相大白 這個就是前面我們所討論的 這個場物交融 我們經過一番的討論 從多重的角度來看 到最後我們還是回歸到科學上面 最具體的就是 以愛因斯坦著名的1等於mc平方 這個職能互換 它是改變世界的方程式 因為有愛因斯坦這個公式 科技可以說突揮猛進 像我們現在啊 就生活在1等於mc平方裡面 真的嗎 真的 現在人的生活不離開電啊 那現在大部分的電從哪裡來 其實都是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就是利用1等於mc平方 我們也是懵懵懂懂得不太了解 壞處呢就是環境污染的問題 那萬一呢管理不好或者是有天災地變 這些呢對人體的傷害 那好處呢是怎麼樣 現在啊電的吸球量太大 就是核能發電 用傳統的發電啊共不應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核能發電啊它的成本很低 它發出來的電量很大 那以經濟來看它是低成本 那高經濟啊 這個就是科學的產物啊 它是改變了這個世界 現在科技的基礎很多都是用在這個 建立在這個1等於mc平方 乃至古代啊沒有瓦斯啊 我們能量來源是木材啊 每天煮飯都要燒木材 它就是1等於mc平方 那你人體的能量 你肚子餓要吃飯啊 吃飯了就有體力啊 這些米飯呢 到體內消化以後產生atp能量 它就1等於mc平方啊 所以這些東西啊 都是在我們生活當下 但是我們沒有這些科學家的發明 我們也不知道 他們也非常的偉大 只是我們遺憾的 科學家跟這些大傑側悟真理事項 沒有辦法接軌 接不上 所以剛剛我們一直提到 我們這一會的真道解是把它接軌 你不覺得嗎 我們講的都是如是道啊 接軌的是最現代的科學 所謂量子力性 兩端啊 結合起來 來找這個真理 來瞭解這個實相真理 那我們就很容易誤入了 就看到真相了 當你真正了解到真相的人 你不會不要的 再白癡他都不會放棄 那相對放棄的人就是因為他不了解 不了解很多人他意不到 或者意到他聽不進去 或者是他呆呆地坐在座 聽了一輩子他還是聽不懂 那也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盡量啊 比意啊盡量說明 那希望每一個人都能聽得懂 我們要的是那個實相 就是不變的一個真理 好 我們這個單元啊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樂 謝謝大家